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画一个内接圆 in-scribe circle 意思是希望在三个人里找到最大的圆形 可以放到哪个位置 in-scribe circle 和in-center 有关 三条 angle bisector 的双交点 如何画 angle bisector 呢? 就是这样做的 我们首先在三个点出发 例如第一点 我们用一个任意的长度 一般可能是约略这些长度就可以了 就在另外两条边上面 画两个双交点 我们用这两个双交点来做新的圆心 再画一个弧 另一个双交点出发 又画这个弧 你会见到这两个弧 就会双交了一点 把这一点连回去 一开始的一点 这个就是它的angle bisector 好 同样道理 我们重复三次 在第二点画一个angle bisector 在这里 双交点再画一个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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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觉这个弧 就不用画到很长的 因为你大概都猜到它在哪里双交 所以你大概用一个弧 所以你大概用一个弧 是经过双交点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 已经有一个双交点了 我们理论上 第三个angle bisector 都会经过这一点 要看我画得看不看 好 好 好 我们就得到一个in center 但是問題來了,我們得到In Center 我們用什麼位置才是內接緣呢? 我們有一個技巧,我們就把In Center 向一條旁邊畫一個直角 怎樣畫呢?是否我們憑感覺? 這個是直角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利用圓規幫助我們 由In Center出發 我們只需要用一個比,它的長度長一點 這樣就令到可以有兩個雙膠點 OK,一個雙膠點,兩個雙膠點 再在這兩點裡 用一個比這裡一半長的距離 做一個上下 同一個距離 在這邊出發 做一個上下 我們就得到一個 垂直線 應該都會經過我們一開始的圓心 這一點呢 就是我們內接緣會經過的一點 不是經過,是會碰住的一點 所以我們用最初的內接緣 圓心 經過這一點 做一個半徑 去畫 這個圓形呢 就是我們的內接緣 不過可能由於我的手部比較 畫得不太好 所以會差一點 不過理論上 這就是作圖的方法 多謝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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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